哨音響起扣动板机 精准射击穿梭目标目前 今年8月在巴黎岛举行国际实用射击比赛 四年一度的奥亚锦标赛 开幕式竞场第一面旗帜 就是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但却传出有大陆选手意图强行拆下 在两三个中国队的 穿成中国队服的选手 他们在把我们旗子卸下来 主办单位也非常支持我们 就是很快的再将国旗 重新升上去并且由派人手 去保护我们国旗 闹事的大陆选手参赛资格被取消 事件过去两个多月 台湾使用涉及协会 却收到国际奥会通知要求改名 明年起不能再用台湾民意出赛 说我们不能再用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 甚至这面旗 我们必须要用中国台北 中华台北的梅华旗 中国打压这个部分是不可否认 一定有受影响 但是最大的主因还是奥运 要进去就是必须要遵从我们国际的规范 无奈的是台湾队以台湾名义加入总会超过24年 大陆队则是近三年才加入 先后发生国旗事件又被要求改名 不准挂国旗 质疑遭到施压 对此外交部也回应 体育活动不应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中国堂一再以政治因素干扰国人从事国际体育赛事活动 严重损害两岸民间情谊 接下来11月高雄还有一场国际气枪竞赛 亚洲和澳洲选手都会来台 台湾主办方说在明年被限制之前 会尽力让国旗飘扬 只需让台湾在国际赛事舞台发光发热 TVBS新闻林一芳松阿娟高雄报道